哈喽,好久不见盛世想念 我们在上一期呢有带大家去一个线下Amazon 看一看他们那里的购物体验怎么样 结果那一家店逛下来我觉得各方面都还蛮不错的 可是它的价格并没有特别特别的优惠 那对于我来说当时我就给了一个结论 我说如果他不给我优惠券的话 我就不大想要再去买 结果我们就又收到了优惠券 所以我就很没有鼓起的又冲过去买了一大堆的东西回来 那现在呢就想和大家来展示一下我的那些战利品 同时让大家来看一看这个价格到底有多美丽 所以我们可以来试试看好不好 就是你们拿好你们的纸盒笔 然后把你们的价位写下来 最后呢看一看和我买的实际差距到底有多大 我真的觉得这个价格太美丽了 首先呢我们在Amazon Bridge里面买了两个卷 这个是mocha口味的 还有一个是cookie cream 这两个口味我们都有打开来吃过 我家的女儿特别喜欢这个cookie cream 然后我自己比较喜欢mocha 好来大家可以动笔了 把你们觉得这两个卷的价格是多少自己写下来 如果你上网查的话估计它是1.5元左右吧 anyway我们来看一看 你最后觉得这个价格大概怎么样 我们还买了这个Tempex卫生棉条 我觉得这种东西真的是女生的福音 就是以前都是用卫生巾 但是后来自从买了一次这种卫生棉条之后 就觉得哇身心解放超级舒服 所以呢如果没有试过的女性朋友 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那anyway这里面一共会有34只想想看大概多少 接下来呢我还给我家的老大拿了一盒pizza pepperoni的那个午餐 然后呢我们有拿一大盒的waffle bowl 这个是他们吃冰淇淋可以用 我家的老大非常喜欢吃蓝莓 所以呢我们就拿了这样子一大板的蓝莓 这个蓝莓里面一共是18盎司 接下来看一看这里这里两罐是starbark的super energy 就是它里面会含有更加多的咖啡因 然后呢我们有拿一袋fujie apple 我们家都非常喜欢吃啊这种fujie apple 它很脆很甜 又拿了一盒这个cup 我知道它不健康OK 但是吃冰淇淋的话少不了这个cup 而且关键是等一下你们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会拿 这里是两罐organic的365的sugar 像我家老大他非常喜欢去自己装饰蛋糕啊装饰cupcake 那像这个的话就很适合它去玩 这个是我烘焙要用的黑桥它是66% 那么应该不会太苦 这个是icin 我想说的是这个icin真的是 我建议大家把icin拿来玩就好 但是不要去吃 因为icin它里面的成分真的是要多糟糕有多糟糕 就是如果大家看一下成分表的话 你会看到它里面这个vegetable shardening 然后它还用到了hydrogenated codon seed oil codon seed oil棉花籽油 它本身就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 一旦经过高温容易变质 然后又经过了氢化处理 就整个是一大堆transfit反式脂肪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反式脂肪它写的是零 千万不要被它给误导了 因为在美国规定你的每一个serving 只要它的反式脂肪少于0.5克 就可以把自己标注成为零克 那我们看看它这里的serving是6克 你做一个蛋糕你可能只用6克一小勺的这个easing吗 不可能呢 所以就是商家玩了一个本次游戏 但我为什么要拿呢 等一下你们也会知道 然后拿了三只Quest的protein bar 它这样子一只会有20克蛋白质 而且里面不含什么糖 那有时候肚子饿了用来充饥就蛮好 所以就拿了三只birthday cake味道的 这个是我女儿她喜欢的小胡萝卜 她喜欢把胡萝卜配着wrench去吃 我就给她拿了一罐365的这个organic wrench 当时呢在边上还有一个大众品牌 然后比较了一下这个他们的成分 它真的要好太多了 就是从成分上它真的要干净太多了 所以呢就拿了一罐这个 最后呢我们还拿了一罐有机的mctoil 如果大家有看过我之前视频的话就会知道 其实mctoil是我一直比较推荐大家去家里备着 然后去吃的一块油 像这种mctoil在网上卖的话 二十几块钱一瓶吧 好吧我们来倒计时了 赶紧把价格写下来吧 OK 我现在告诉你们这么多 我们总共的花费才19块 我们的total saving是50块钱 比如说一块五毛九一罐的这个卷 然后我们有了一张优惠卷 那张优惠卷是满40-20 所以呢它就直接帮我减掉一半价格 因此呢就变成了八毛一罐 到了这里卫生棉条 给你们看卫生棉条呢原价是7块3左右 我们那个时候正好在搞清理货 所以呢它就只卖4块钱一包 又因为我们有这个20的off的优惠卷 所以它再减去一半 最后我这样子一大盒才1块9毛吧 也就是两块钱都不要 就买了这样子一盒卫生棉条 接下来看一看我女儿的lunch 外面的话一般性原价是1块5左右 因为这次正好打折才1块 又因为有了这个满40-20的优惠卷 所以最终价格0.48 这一款waffle在这里 原价是4块钱左右 然后当时清理货 又因为我们减掉了一半 所以最终价格6毛 这个羊毛卤的真的很爽 然后是这里的蓝莓 这个蓝莓它是本周搞活动4块钱一盒 已经很便宜了对吧 但是因为我没有这个优惠卷减掉一半 所以就变成了1块9毛6 1块9毛6买这样子一大半的蓝莓 我真的觉得是蛮划算了 然后是这两罐星巴克的饮料在这里 原价呢是5块钱左右两罐 现在因为它是清理货 加上我们的优惠卷折扣 所以最终呢这两罐饮料才1块09分 那相当于5毛钱一罐 这个真的是太便宜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的苹果 这个苹果的话呢 原价是4块5毛9 然后因为我们有优惠券 所以这样子一大袋的话是2块2毛5 就算是它原价4块多 我觉得也不算贵 因为我们这块地方的水果之类 真的不便宜啦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up 就是为什么我会拿这个cup 又拿那个cup呢 主要是因为它便宜嘛 原价的话要2块3左右 可是因为它在搞清理大促销 所以呢它就只要0.8毛7 也就是8毛买这样子的24支装 同时又因为我们有了满40减20的优惠券 所以它再减掉一半 最后我这样子一大盒24支装 才花了4毛钱好吗 这个不拿的话我的良心过不去啊 然后还有这个装饰蛋糕的糖 它同样的也是清理货 呃原价的话要2块3左右 一小瓶 但是现在搞活动 所以只要0.76一瓶 也就是7毛钱一瓶嘛 又因为我们的40减20的优惠券 所以最后这样子一小罐 才3毛7分 也就是4毛都不要 接下来的是这一款 可以用来烘焙做的黑巧克力 again它是清理货 它便宜了1块7毛2 所以现在才卖1块07分 然后它又在40的基础上减去20 所以最终这样子一板黑巧克力 才5毛钱 这里0.52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icing 这个icing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说 成分相当不好的 但是又因为小朋友他们很喜欢用ice来做蛋糕来玩 所以说这次它正好有清理货就给他们入手了 原价的话大概要2块1左右了 现在价格是8毛一只 然后又在8毛的基础上减去了一半 因此现在这样子一只的话是4毛钱 那我都是跟我女儿说你用icing来做蛋糕可以 但是你尽量不要去吃它就可以 所以这个就完全当做一个手工的工具就好了 我觉得尽量避免去使用 接下来看一下这里 这个是我买给我自己的versity kick的能量棒 这个能量棒三只在一起的话原价是6块多 然后因为现在搞清理货 所以它才8毛5一根 我有这个满40减20的优惠券 所以在8毛的基础上又减掉一半 也就是说这样子一根的话大概才4毛2左右 那我买了三根 所以总价也就1块2毛5 1块2毛5在市场上真的买不到这种成分的能量棒的 是不大可能买到的 这个小胡萝卜9毛8一带 然后便宜了一半 所以现在是4毛7左右 365的这个range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小朋友那么喜欢吃range 这样子一瓶是3块7毛9 因为有了满40减20的优惠券 所以现在价格是1块8毛6 然后这个mct oil 是我觉得真的超级划算的 它是一个清理货 原价的话大概这样子一瓶要15块左右吧 15 16 然后因为它在搞清理 所以现在就卖7块多一瓶 又因为我有了这个40减20的优惠券 所以最终我这一罐的价格才3毛6 非常非常的划算 超级划算的 就是 可惜它只有一瓶 不然的话我会多拿一点 所以这么多东西 总共的价格是19块1毛7 猜对了吗 都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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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两个月 都共有了 其实 和这边 都共有了 这边 不然 都共有了 谢谢大家